花64线瑞港公路开通到现在 沿路的电杆都没有设置路灯 瑞税项面代表黄中志直询要求乡公所要改善 另外项面代表陈元发展 正对瑞税雨推人员 推动主雨附阵及推广效益提出了执行 民国75年 花64线原为奇美古道的瑞港公路铺设柏油全线贯通 从起点到17点多公里 由瑞税乡公所代为管养 开通至今35年多 向代表黄中志直询 因现有电线杆却未设置路灯 一路夜瑞港公路就成了黑暗公路 建议乡公所能够就现有电线杆来装设路灯 照亮奇美部落族人回家的道路 奇美国小那一段有电线杆的先失色 前面这一段的部分到奇美药厂这一段新色的道路 对有电线的 没有电线的我不要请 像我什么要怎么样 我想这个部分为林奇迪曼克去调查 然后看看有多少 那有多少的机会需要施设 我们一定把整个瑞税乡的做检讨 除了部落建设 乡代表陈元发 则关注原住民族语文化的布阵与推广 尤其特别针对了乡内族语 与推人员工作内容项目及推广效益 向圆明克提出质询 另外包括了出于垃圾的处置 部落农路建置修缮 花193县和钢断 驱排造成农地淹水等成年旧案 元明及代表轮番质询 要求相公所积极作为解决部落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日税采访报道